好 接下来要告诉您 立法院今天出审通过了 在公共场所哺乳的相关法案 规定一定面积以上的公务场所 车站以及百货公司 跟大卖场这些地方 都必须要设置哺乳室 而且妇女在公共场所哺乳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得驱赶 否则最高可以罚款3万块钱 跟着妈妈到立法院旁听 一岁的小宝宝实在受不了 妈妈就直接在一场哺乳安抚 直接补喂母乳对小朋友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安抚作用 生了两胎张小姐都坚持轻喂母乳 即使在国会殿堂 一点也不忽视哺乳的权益 但即使她自己坚持 还是常常遭到不友善的对待 我曾经带着小朋友去游乐园玩 那游乐园其实你要找一个地方哺乳 还蛮难的 我们可能就是树印下 或者是那种凉椅 可能会有闲杂人等 就故意这样走来走去 然后看来看去这样子 未来哺乳妈妈不必再这么辛苦了 立法院出审通过 一定面积以上的公务场所 公营事业 车站机场 甚至是百货卖场 游乐场 都必须设置哺乳室 而且在所有公共场所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或驱赶哺乳 否则可以处六千到三万元罚还 其实不只是那个公开的场所 譬如说职场 职场比较大的企业 比较大的公司 如果他们也能够一起推广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妈妈是更有帮助 母乳协会表示 虽然台北市日前已经率先实施 但相对来说台北的哺乳环境 原本就比较亲善 如果法案顺利三读 等于全台的哺乳权益 都迈进了一大步 接下来也会继续为妈妈们 争取在职场设置哺乳室的规定 记者林郑五郭俊林台北报道